汤姆说人话 第一篇 钱要用的有价值 汤姆说人话 接着汤姆聊天室之后 接续开了另一个播放清单 汤姆说人话 来说说自己现实人生中的一些感受及体会 都是汤姆自己的经历见解 像是自己的生活记录 只是自说自话 纯聊天 没根据仅供参考 请继续点击订阅加按赞 感谢您 今天第一篇就要来说说人们最关注的事情 钱要怎么用 才能用的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许多管道可以得到钱 而金钱只是一个计算的工具 股时候用贝壳和铜币来代替 现在用纸币来代替 最近只剩下手机里的一个数字 都可以的 因为金钱本身就只是一个工具 用来衡量自己有多少购买能力 先说钱从哪里来 依指挥抖数的分类 可以有12个来源也有12个去向 有人敬财大于流出 有人流出大于敬财 有人钱多过着富裕的生活 也有人没钱过着贫穷的日子 也有一群人与钱无关 仍然可以安定过日子 就是自己耕种自己吃的人 当然也有靠着社会救助的难民 所以只要有钱进了自己的账户 或是进了自己的口袋 就是自己的钱 自己可以决定用在想用的地方 该用的地方 所以不用去在乎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是工作得来的 还是重彩券得来的 还是股票赚来的 还是定存利息派发的 只要不是非法所得的都可以 都是你的钱 怎么用由你自己做主 那么重点来了 钱要怎么用才算有价值呢 肚子饿想吃饭用钱买饭吃 这个很基本的 钱用于延续生命 值得 用在买房买车买名牌包 让自己觉得 用在安全方便 舒心自在的地方 值得 用在做公益 孝顺父母 与亲友分享 财布施 这个也很合理 值得 只要口袋里 还有钱 用在有价值的地方 都是好事 钱本来就是用来做好事的 负责而兼善天下 赞啊 至于要怎么赚钱 改天再用另外一个篇章来说明 先学会用钱 才知道要赚钱的重要 才知道该赚多少钱才够啦 我常说 量入为初则不穷困 减少欲望则不贫苦 口袋里永远留有最后一点点的救命钱 那么就不会危害到自己的生命 不要想说没钱的再去借 这不合理 应该是快没钱了 就要赶快去找钱 至少还留有一点保命钱 可以几天不会饿肚子 生命无余 所以只要先保住了 一直还有救命钱在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 只要不用完 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毕竟钱只是一个购买的工具 透过钱可以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钱的功能就达成了 除非你钱太多用不完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呵呵呵 若是这样 汤姆会做的事 把多出来的钱 用在购买有价值的物品上 当没钱时或没命时 这些有价值的物品可以保留下来 可以换回钱 继续过有钱的生活 那么譬如说是金币 土地 土地要买在不会被洪水淹走的地方 金币要放在找得到的地方 其他的物品就不建议了 因为都会随着时代变迁 而变成没有价值的 如果钱还有多 就要用钱去买一些可以提升自己能量的物品 就是财布施才能回到天界或去西方极乐世界 汤姆喜欢用钱 不喜欢乱花钱 钱只是工具 工具要用在有价值的事物 而不是没目的地花掉 量入为初 永远保留一笔救命钱 减少欲望 就不会过度花费 如此一来 口袋里永远都是有钱的 爱钱而不缺钱 以上只是本人的体会 纯聊天 没根据 仅供参考 期待再相会 拜拜 幕后花絮 那汤姆有没有钱呢 汤姆从来不缺钱 汤姆只爱钱 也很会用钱 所以口袋里永远有钱 就这样子啰